以色列政府军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伊斯兰圣战组织 在经过五天交火之后 昨天晚上已经在埃及的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 这次冲突目前已经造成了34人死亡 以及至少140人受伤 不过有报道指出 虽然双方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后呢 还是有零星交火 但是总体的形势较为稳定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自星期三在加沙地带爆发猛烈交战 许多地区的民宅都成了以色列袭击的目标 面对被轰炸成废墟的房子 民众也只能蹲坐在残垣拜卦中 放上一大堂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的空袭 至今已经造成至少3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当中包括几名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高层 针对平民如故伤亡 巴勒斯坦人民纷纷走上街头 示威抗议表达心中的怒火 正当外界担心 以巴局势进一步恶化时 埃及方面昨天宣布 以巴双方已达成停火协议 并将在当天晚上10点生效 伊斯兰圣战组织随后也宣布接受埃及的调停 并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协议 他们就会克制 随着以巴两方同意停火 巴勒斯坦人民兴奋地走上街头庆祝这项好消息 还有民众一边挥着旗枝 一边随着音乐起舞 尽管如此 以巴双方在停火协议生效后 仍有零星交火 加沙地带依然能够听见炮弹声 但暂时没有出现任何伤亡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